受到連日大雨不斷的影響 9號晚上10點左右 外木山湖海路2.8公里處 又掉落總重大約3噸的大小石頭在道路上 幸好沒有人車經過 當地市議員張秉均 宋維麗等人 也緊急趕到現場關心 並且協助警示 其實還有我們的原理長 內料理的原理長也到現場 包含我們警校人員 都在現場指揮交通 而且目前是封路的狀態 也請民眾經過此路段的時候先道路 因為現在此路段都已經封路了 那請民眾不要經過此路段 避免發生交通意外 基隆市政府公務處接獲通報 後野連夜派人清理 掉落在車道上 總共3噸重的大小石頭 公務處也呼籲連日大雨 湖海路容易有落石情況發生 請行進這裡的駕駛人 要特別小心注意 記者吳俊松 吉隆報導